韩先生家是四楼边套 靠近马路 从卧室窗户往外看 边上有两棵香樟树 这两棵香樟树的高度已经超过四楼 树干已经达到成年人可以环抱的程度 树枝向四周伸展 韩先生说 香樟有20多年树林 现在影响到了采光和通风 楼下邻居也有相同的感受 这两棵树不在小区里 而是在马路边 先前收到韩先生反应的问题后 相关部门已经开展工作 楼下有张杭州市城市绿地树木审批公示牌 是从6月1号开始公示的 上面说 因遮挡阳光要对三棵香樟树修剪 其中一棵靠东边的香樟树已经被修剪完毕 韩先生说 上个月施工单位来现场修剪 修到他家卧室前面这棵树的时候 被一楼邻居叫停了 韩先生说的一楼邻居是临街的小店 对方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都是晒衣服啊 通风啊 阳光都有影响 看能不能调节一下 你叫他们方案列出来 怎么个调节法 怎么个修法 弄好以后再修 不要修成这种图子 公示牌上写着 建设单位和属地社区是杭州市拱树区小天竹社区 绿化主管部门是拱树区住建局 记者陪韩先生找到社区 居委会刘主任 给封管绿化的社工打了一个电话 你能组织 那就是 联系一下 他们要 如果 如果要续理完 根据居民的意见 譬如说 也照顾到一类 也照顾到十类 我们这个头续最好 把这个翻案出来 你们要理解 我们做工作很难的 下面的人嘛 我们要成年了 我们下面要做的 我们综合一下意见 然后呢 大家就在两方认不认可 认可我们才能策策这个方案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